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最近我的一株蝴蝶兰呢,出了问题 我希望呢,能有人告诉我这是什么问题 它的表现呢,非常奇怪 给你看个仔细 它就像是被车轮压过一样 印子非常整齐 有规律 这是正面 给你看一下背面 同样是这样 显而易见呢,它不是因为肝的缘故 给你看一下旁边的叶子 油亮,完美 它的根呢,也非常好 而且现在呢,有两个花芽 这不是它的第一片叶子了 这是第二片,第一片呢,已经被我摘掉了 同样开始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子 那渐渐的呢,你看它边缘呢,已经有点黄了 渐渐的呢,这片叶子呢,就变黄了 当时呢,那一片我摘掉的叶子呢,是在这一片的下面 这株蝴蝴蝶蝶蝶蝶蝶蝶蝶本身叶子就很少,一共只有四片 那现在呢,掉了一片 这一片呢,也要掉 但是另外一边的两片呢,就一点问题也没有 非常完美 我在网上,查不到任何关于它的资料 真的很奇怪 你看一下它的印子 要是你有意想弄成这个样子,都难度挺高的 有规则的花纹 有凸起 真的很神奇 这株其实是很美的一株蝴蝶蓝 David Lim Leopard 是从五座熊蓝园来的 非常漂亮的一株 很可惜 网上真的是找不到关于它的任何资料 有可能是晒的 但是呢 这一片叶子完全没有被晒到 我是说 第一片,之前的那一片叶子呢,没有被晒到 它是在下面 那片没有了以后,被我剥掉以后呢 上面的这一片就变成现在的样子了 而且呢,是在同一边 另外一边完全没有问题 我现在呢,不确定 等这一片叶子掉了以后呢 这两片会不会开始出现同样的情况 我呢,打算在这个视频之后呢 就把这一片叶子呢,剥掉 当然剥掉会很难看了 因为它只有一顺的两片叶子了 但是我不知道它会不会继续发展 假如 哪一位朋友看到我的这个视频 并且对这个有经验 有了解的话呢 麻烦你呢,给我留言呢 告诉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很神奇 好了,谢谢 先给你 谢谢 检查